老花一美人一答回答一下醋宝的养花问题 一个醋宝说你看我这个资子花修剪以后 这个资子花修剪以后这叫水大缺光通风沙 另外加上黄化病 明白了吗醋宝 就这叶子长出来白白的黄黄的不是那么绿 这就黄化病 主要原因是因为碱性高而导致的不吸收营养 从而引起了缺铁性的黄化病 现在要怎么办 现在要给足光照 用点杀菌药外加繁肥水 敲光不行 阳台养殖的话有点费劲 懂得个事就好 下个周宝说 九里香为什么叶子掉成这个鬼样子 没光 没光它要叶子有什么用 对吧 恰我来跟我大舅子一样 找了十个女朋友 后来因为没钱都散了 就剩一个了 他还问我为啥 自己心里没数吗 下周宝说 老花一盆土表面这个白色的 这玩意怎么回事 有点求解 这不就是菌丝吗 很常见的东西 你摸一摸是不是根系 这个又不影响 你植物长得好就行了 你只要长这种菌 它多多少少都是因为缺光 你别忘了真菌 它没办法在强光暴晒下生存 这就主要原因还是有点缺光 养的什么花看不出来 是蓝花吗 还是什么花 适当的给点光照 这种菌都不翼而非了 就看不着了 你就像蘑菇一样 现在到了云南人吃菌子的季节了 是吧 它不下雨 它也不长 那玩意儿呢 它要潮湿 它要没什么光照 它在长 你这个就是由于水大缺光 通风唱 下周宝 新长的梅花 没有花心 咋回事 现在不开花 梅花香至苦寒来 窑枝不是雪 唯有暗香蓝 是吧 你也知道 它这个季节开花吗 它不是春梅 下门 秋门 你也听过 什么东梅 是吧 冬天开 这个季节不开 你要春花 下个周宝 谢谢老花一 你客气啥 上来就先谢谢我 这个笔尖梅里 最近不开花了 这咋回事 要换土 你别换土了 别捣腾了 吃端的来一点点肥料 加强一下光照 它自然就开了 没什么光照 它就是不爱开 明白吗 大舅子谈个女朋友 高兴不起来 因为没钱 它不好人挣钱 光指着我岳父那点 低薄也不行啊 像这我说 您好 平常经常看您视频 最近开始养花 这个梅里 和米兰 咋回事 这个米兰是有点闷根 通风擦 你看下面的叶子黄 就通风擦有点闷 它就开始下面的黄 这个茉莉酱还很好 挺好的 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强一下光照 那个米兰把表面的土 挖出来一部分 挖出来一下 盆子稍微垫高一点点 那个有点水大 有点通风擦 有点闷 好吗 然后适当的来一丢丢肥料 别的没啥 挺好的 很多臭宝都是 看了我的视频 该在养花 谢谢各位的支持 绝不切你点个赞 不点赞都大救予 我是老花馜